据台媒报道 台制造潜艇 原型艇 海坤号正在进行驳岗测试阶段 各界关注究竟何时可以展开海上测试 不过传出目前进行当中的驳岗测试出现了问题 原先预估可在10月进行的海事恐怕要延后至明年4月 报道称 目前海坤号正在进行驳岗测试阶段 备受外界关注 但现在台军中传出 海坤号驳岗测试还有70多个项目未通过测试 全部通过后才可出海进行海测 这使得原先乐观预估可在10月进行的海事恐怕要延后到明年4月 其实海坤号出问题似乎早有征兆 近日台防务部门证实 海坤号原定于2025年第三季度交付给台海军后结案 但现在需再延长4年到2029年结案 当时岛内舆论就指出 海坤号可能出了问题 据了解 海坤号是台所谓潜艇制造的第一艘柴电潜艇 排水量大约2500吨到3000吨 由台湾造船公司负责建造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赶在卸任前 于2023年9月28号为海坤号举行的命名即下水仪式 然而之后海坤号问题频传 但即便如此 日前台行政机构还是核定的所谓潜艇制造预算案 总计分14个年度编列 按3加2加2方式分三阶段建造后续7艘量产潜艇 预算总额为2840亿元新台币 Malaysiken VIP 好 收拾 诈 拿